不如你可留在一草的中间 你直接放过来 香气扑鼻 这是水草的拿手厨艺 罹患思觉失调症的她 在精湛者庇物工厂学习了两年 老师会教得很详细 就是可以清除于男色于男 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出师了 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不过水草刚到这里时 可不是这样 一般人对于有特殊诊断的 都会觉得说可能事情做不好之类的 所以相对其实他们的自信心也会变差 但是自从来这边之后 透过这个工作让他们重拾工作的自信 对自己有肯定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台北市的孙妈妈工作坊 这里有29位和水草一样的精湛朋友 他们在这边接受不同的工作训练 每年大概有10位精湛朋友 回到职场正常工作 职讯的表现优异 但水草的病情并未完全消失 于是工作空档还得记录幻听发作情况 就是很多的嘲笑声 还会就说照顾你很辛苦啊 你都都那个没法自己独立什么的啊 病友往往把心中担忧变成耳语幻听 27岁的水草因为疾病至今仍仰赖父母照顾 孩子他能够独立自己完成事情 他自信性会比较好一点 水草想要找份工作脱离父母的经济援助 但经济者找工作并不容易 根据统计全台有113万多名的身心障碍者 其中慢性的精神疾病患者为12万7千多人 占残障总数的11% 不过经浄者的就业率仅占全部的6% 显示经浄者找工作比身障者更困难 这些公司虽然它需要雇残障 它宁愿雇用个身障的 譬如说脊椎损伤小马屁 它不要雇用个经浄 水草不说 居民察觉不出他是经浄人士 病情稳定后 他白天直训 晚上过着平凡的居家生活 你会就重回来呢 祝大家可以身体健健康 身心健康是水草最大的心愿 发病后才知道心理出问题 危害不亚于身体病痛 还好生活慢慢重回轨道 但国内还有很多精湛朋友 没有他这么幸运 很多病种子从医院出来的 因为家属跟社会没办法接纳 其实他还是没办法回归社区的 近年来台湾政府签署各项国际人权公约 2014年明定公告 所有身心障碍者享有在社区生活的平等权利 包括精湛人士都应该充分融入人群 参与社区活动 台北市向阳会所 是精湛朋友白天聚会学习和附近的地方 这里位于大厦社区一处开放的空间 他们都是很正常 进来也是也很和善 不会造成什么困扰 欧美许多国家都大量解散那个疗养院 尽量社区化 让精神病患 从实生而为人的尊严 下次在社区转角预见 你我的一个微笑 可能会鼓励他们退缩的步伐 往前再跨一步